记者沈佩窑台北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接受电视专访委屈哽咽抱怨今年双城论坛期间 自己把演讲搞送至国安会 对方事前不以不彩 事后出包竟然公开攻击他 让他相当难过 饱受民进党攻击 柯文哲今天赴市议会进行市政报告 民进党议员纷纷针对此事火力全开 王世坚更劝柯文哲又要赖给蔡壁如吗 你忍心吗 柯今天下午复议会进行市政报告 议员何志伟追问柯是否真有此事 柯回应我不会说谎 我只是太诚实 接着透露自己事前确实有将资料 双城论坛开幕讲稿送给国安会 当时是他们国安会派人来拿 地点就在市长市 而非向外界所说 用LINE的方式传资料给国安会 至于是谁来市长市索取资料 柯说自己不知道何志伟 接着质疑这位人士是否真的代表国安会 柯说当初他打电话去国安会 对方就派了一个人来 既然认证就给他了 柯在质询中也速度强调 自己在整件事中没有说谎 我绝对没有说谎 议员王世坚则批评 上周五询问市长市秘书处有关双城论坛的讲稿 交给国安会 总统府等相关单位的相关公文往来 法源依据是什么 拖了五天 直到今天 北市府仅有简单回复 无公文往来 也无相关法源 王世坚痛批 简单讲就是柯文哲根本是在说谎 只需乌有 还什么其他管道一大堆 现在又要赖给蔡壁如吗 你忍心吗 王最后高声痛批 柯文哲根本就欠国安会 交预扣台湾人一个道歉 对此柯文哲强调 自己没有说谎 坦白讲 这涉及两岸不是现在这个场合可以讲的 也不是当时他自己一个人扛得起来的 议员江志明则质疑柯会哽咽 是否觉得自己很委屈 被小英政府耍了 柯说自己真的是压力太大 重申双城论坛 是大运都很难自己去扛 这不是他们台北市政府可以扛得住的 不过自己回去有监讨 既然是替台湾做的 那就不要抱怨太多 对自己在接受电视节目专访爆料还哽咽 柯承认这整个就是失言